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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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疫情下有足够大的户外空间运动变得越来越重要 标准游泳池 健身房一个都不能少 第九区乌节路总体而言寸金尺土 所以小区面积比起城市周边一般都不会太大 设施数量也不会太多 所以我们对小区设施的打分 五分是满分的话 打分会在3.5 从户型分布可以看得出来 朝新加坡河的三房和四房南北向的户型 应该就是最受欢迎的户型了 今天我们来到样板间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房和四房的大平层户型吧 户型布局是现在乌节路比较流行的雅铃户型 为什么叫雅铃户型呢 因为和我们过往看的一些户型不一样 房间会分布在大厅的两侧 一般是四主人房分布在大厅的一侧 另外的房间分布在大厅的另外一侧 看起来像健身房的雅铃形状 这种布局的优势是整个空间都会相对的分隔的比较临近 对于需要一个独立安静的办公区域 或者老人家需要安静区域休息的话 这种房型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那我们从三房开始 从四人电梯进来还是我们熟悉的入户玄关 从玄关进来是我们的大厅还有饭厅 开放式的大厅还有饭厅的设计 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更多开放式的空间 而且在你重新设置这个空间的时候呢 有更大的灵活性 例如把餐桌摆放到阳台 扩大大厅空间等构思 三米的层高 六米的大厅采光面宽 相比起窄长的阳台和采光面宽 这种以宽阔的采光大厅似乎更符合大众的审美 大厅的背后呢就我们的中厨房了 对于家庭来说啊 明火主食是特别重要 我们这边的厨具配备是瑞士品牌VSOO 还有法国著名品牌Dediatry 加起来的八件套 那这个排面还算可以哦 那在厨房背后呢 就是阿姨使用的房间 还有独立的洗手间 换句话说啊 阿姨也是有自己的套房了 大厅的另外一头是左人房和客房 首先这个客房的设计呢 是有一个叫Jack and Jew 双开门的一个洗手间 这种设计的好处呢 就你客人来使用这个洗手间的时候呢 不需要进入你的普通房 但这个门呢一旦关上了以后呢 这个客房就秒变成一个套房了 主人房采用全落地窗设计 早上起来阳光无死角 倒顶的衣橱 独立的衣帽间 干湿分离带浴缸 带窗的浴室 这不就是打开新一天 最该有的配置吗 看完了三房 我们就来看一下三房放大版 我们的四房设计 同样是方正高效的雅力步行 同样的入库电梯 不同的是大厅的宽度约8米 这种宽度除了可以放得下西式的白人餐桌 也能放得下中式的圆形餐桌 同款的大厅厨房阳台开放式空间 宽阔的面宽 不同的是大厅背后是一个能容得下西厨中岛的厨房 同样的VZU6件套 双门的内嵌冰箱 厨房后也是阿姨独立的套房 大厅的一旁是次主卧 另外一侧三个套房 样板间的房型是四房加上家庭房 十平方米带窗的家庭房 对于需要再多一个独立客房家庭来说 相当于多了一个选择 主卧能放下最大号的双人床 落地窗设计 有四人衣帽间 洗手间干湿分离设计 双洗手盆在早上起来梳洗的时候更加方便 刚看的四人电梯三房和四房 三房面积146平方米 四房面积224平方米 这种阳台大小适中 走道不算占太多空间的方程户型 对于户型评分 五分是满分的话 我会打4.5分 投资的三大因素是地段 未来规划 还有价格挖地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Alvinia周边的楼盘 究竟跟它相比 价格都是什么样呢 Alvinia单价均价在3133每平方尺 五级芝麻屋节路 有200平方米以上的永久地气大平层 最顶配的Paknova 在4000到5000每平方尺 配置相当的The Clean 在3500每平方尺左右 而15Holland Hill 单价则在3000左右 但在地段上 带有未来地铁在家门口 营销在家门口的Alvinia 似乎性价比优会更高一些 而在对面马路 品质类色 919年楼盘 马丁豪院 均价2800每平方尺左右 Alvinia的价钱 但永久地气 价钱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价钱上进行一个打分的话 满分是5分 我的打分会是4分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租金 Alvinia所在的位置 东联CBD 距离斯坦福国际学校 澳洲国际学校等半小时以内的车程 到CBD驾车也只需要7分钟左右 来新加坡念国际学校的家庭 而在新加坡金融区工作的人群 将是未来租客的主要群体 租金方面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参照的 是同样是国号地产开发 2021年交房的马亭豪院 地点上只是隔了一个马路 租金回报率在2.9左右 在不到500米 2018年交房的A St. Domus 租金回报率大概在2.7左右 预计作为马亭豪院 Pro版本的Alvinia 租金回报率大概会在2.9左右 在第九区这种核心位置来说 算是不错的水平 租金表现力评分 如果5分是满分的话 我的打分会是4分 综合我们从楼盘地段 小区出品明星户型 跟周边的价格对比 还有租赁情况的分析 5个维度来说 如果要进行一个打分 满分之5分的话 我的打分会是4分 Alvinia总体来说 是一个适合自住 户型居家 又有未来升值潜力的一个楼盘 那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楼盘的话 欢迎在弹幕上敲给我 下一期节目 你还想看什么楼盘呢 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